各位观众朋友好 那么在接下来这几天呢 预计在礼拜五礼拜六会是天气比较稳定的两天 岁月大环境的风场转成偏东风到东南风 各地天气变得比较稳定了 不过呢阵风会变得比较大一些 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风势上面的变化 那么呢在下雨的部分啊是中午过后呢 以山区的午后阵雨为主 平地一整天呢都会是比较稳定晴朗的好天气 不过这样子的天气呢到礼拜天会有所变化 因为目前呢在台湾南边的海面上面 有个广大的低压大海震在发展当中 不排除呢接下来有一些扰动 或者是台风发展起来的机会 虽然说不会直接影响台湾 但是有机会带来比较多的水汽到台湾的上空 从礼拜天开始各地的降雨就有机会逐渐的增加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小丁林哦 要提醒种植番茄的农友们 最近的气温跟日晒呢都是比较强一点点的 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山区呢 种植番茄的时候可以在植株上面铺设透明的塑胶布 既可以防雨又可以防晒 那么呢在底层的部分也建议可以铺设呢 银黑色的塑胶布可以有效的降低杂草的滋生哦 好那么在接下来天气呢 最需要大家关心的就是啊 目前在菲律宾东西方的海面上面 有个广大的低压带在发展当中 未来呢有机会在这个低压带里面呢 发展出来一些热带扰动或者是台风的 不过还好的是呢 目前的预报上面看起来 虽然说有机会有些扰动 以及呢这个台风有机会生成 但是呢会持续朝着南海的方向前进 对台湾来说没有直接的影响 不过它的外围环流还是会带来一些水气 在到台湾的上空哦 预计从礼拜天开始 东半部地区迎封面的降雨 就有机会明显的增加 西半部地区呢 也有机会出现一些短暂震雨了 那么进一步来看一下 预计呢在礼拜五礼拜六 主要都是以中午过后 靠近山区的局部午后降雨为主 那么从礼拜天开始 可以看到东半边来的水气呢 会明显的增加 那么西半部地区呢 也有机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午后降雨哦 这样子的天气情况呢 会从礼拜天开始 一直到下礼拜三左右 所以从接下来的降雨分布图 就可以看到 礼拜五礼拜六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稳定的好天气 只有在山区 中午过后会有些局部的午后雷震雨 那么在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三之后呢 就要留意东边来的水气会明显的增加 预计啊 东半部地区有机会出现呢 局部短时间比较大的雨势 那么西半部地区呢 也有机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午后降雨了 好那么接下来关系一下 台湾近海的风力跟浪框 预计呢 在礼拜五台湾沿海地区 平均风是来到四到六级 阵风呢 来到六到八级 六到七级左右哦 那么呢 这个浪框是属于小浪到中浪的等级 那么在礼岛地区一样的 平均风是来到了四到五级左右 阵风呢 六到八级 浪框也是一样 属于小浪到中浪的等级 在潮汐的部分 礼拜五呢 除了在基隆市的中山区 是适逢大潮之外 其他地方呢 则是来到中潮 那么在礼岛地区 都是来到中潮的 再提醒大家 留意我们画面上面的 漫长时间了 好那么在气温的部分呢 预计在礼拜五 北部地区的温度呢 会略微的往上升一些 因为天气状况 变得比较稳定 日晒呢 比较强一点 温度也会略微的往上升 预计啊 北部地区的高温 是来到了33度 到35度左右 在这个大台北都会地区 甚至有机会来到 36度的高温 那么呢 在中南部地区的高温 也是一样 来到34度 到35度左右 东南部地区 来到32度 左右的高温 那么接下来 这一周的 这个温度趋势变化 预计呢 高温的部分 在北部地区 是来到34度 到36度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 也是一样来到 热烘烘的 33度到34度 全台各地 都还是相当的延热 也提醒大家 从事农事活动 一定要记得 多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